在华人传统,不管是什么日子,我们都会在寺庙或家里摆摆,相信很多人在拜佛时,都是过被香灰烫到手。 你以为这只是意外吗?其实这是神明,要提醒你某些事情啊。 事实上,烧香拜神被烫是有寓意的,一般共分好坏两大类,具体识相事宜,如下。 1. 罪孽现前拦路,这点是说,烧香人自身,有很繁琐的罪孽关口拦路现前,单凭烧香是无法化解的,建议烧香人不光要发心忏悔改正,还要尽快去找信得过的师父,详细查看化解为佳,不宜拖延推迟,而是到了该面对解决的时候,到了取舍的时候。 2. 灵体邪雾缠身,这点是说,烧香人自身,被脏东西缠身附体,且这路邪碎能量还很强大,可以自由进出道观。 寺庙大殿,不是一般人可以处理的了的,同理也可以看出烧香人,自身的邪骨头很重缘分很特殊,不然是不会招惹到,这么强大的邪碎还可烧香的。 3. 疏忽打点披露,这点是说,烧香人进入道观,寺庙之后有忘记的事情没有去做,或是许愿未还愿,或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,做了不该做的事情,烧香人被烫之后想起来了,都应尽快去做去弥补,实在做不到直接就地忏悔即可。 4. 冒犯冲撞眼罩,这点是说,烧香人说了不该说的话,犯了机会,直接在香火上给当事人戴个眼罩,提醒烧香人注意一下,下不为例。 5.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,在道观,寺庙内盲目地,迟迷迷信误导他人,害人立即争强出头,炫耀自身修行,违背正统教义的。 5. 所求之事难成,这点就是说,烧香人所求的事情,神佛无法帮忙,直接拒绝之意,或是所求之事,不着边际,痴心妄想,或是所求之事,损人立即,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 6. 这种愿望,神佛都不会满足,被烫伤的地方,也会揪心地疼。 6. 所求之事如愿,这点所说的,和第五点完全相反,相克所求之事,即克有求必应,心想事成,神佛先师直接在香火上给个显胜,给个心安稳妥,这种烫伤和第五点有本质的区别, 6. 就是这种烫伤丝毫不疼,恢复得也出奇地快,是完全不同的意义。 7. 神佛先是加持,这点所说的,烧香人多数皆是修行之人,这种烫伤,如同戒巴的含义是一样的,好比燃脂供养一般,神佛给弟子加强信息灵感,弟子也更是要奋发图强地精进修行, 8. 这是烫伤之痛,令人神清气爽,苦海明灯,指引修行,破迷开悟,8. 提醒修行守戒,这点所说的,烧香人定有犯戒的地方, 8. 先是护法给个小惩罚,已是狱警,下不为例,修行人也一定要虚心接受,懂得谦虚,知晓忏悔,如法修行,明理进步,不可妄自尊大,愚昧修行,不光害了自己,更是犹辱修行二字,9. 可以挡在话上。 这点所说的,神佛先师大显神威,灵验非常,直接通过香火烫伤,来帮助烧香人消灭灾难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烧香人当时可能感觉不出什么, 但用不了几天,就会发现自己死里逃生,捡了一条命,化险为夷,更加深信神佛法力无边,时,法界感应通灵,这点所说的,烧香人修行又精进了一步,又高升了一层, 在被烫伤的那一刻,又看明白了很多,参悟到了很多,是修行中人羡慕的事情,值得庆贺的事情,不光是自身果味的提升,更是我修行中人的楷模典范,值得流通共修参悟,现在有很多人在进入寺庙拜佛的时候,都会不注意很多规矩,这样也是会影响到自己,和佛祖之间的缘分的, 我们在进入寺院之前,一定要注意这七个规矩,只有这样,才能够让我们顺利地,完成自己的心愿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 一,入寺前要穿着得体,去到寺院里拜佛时,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着装问题,一般进入寺院时,都必须要穿着整洁宽松的衣服,不能穿着短裤,短裙之类的, 因为进入寺庙后,就需要跪拜礼仪,如果穿着短裤,或者短裙等衣服的话,很容易在跪拜时,产生不必要的麻烦,使自己和佛祖之间产生距离, 二,不能让别人出钱为自己买香,在寺庙里,每天都会有很多的香客前来烧香拜佛,而有的香客买的香,都是自己从家中带过来的, 但有些人忘记带过来,会在寺庙里买香,但是有些不懂规矩的人,会让别人出钱帮买香,其实这是不对的, 如果我们让别人出钱买香的话,就会显得非常不尊重神佛, 而且对于那些虔诚信佛者来说,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来烧香拜佛的话,很可能会认为你们对佛祖的亵渎,所以在买香时,一定要自己掏钱, 三,烧香拜佛时不能拍照,在寺庙里面的僧人看来,烧香礼佛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, 而且礼佛过程中,有很多要遵守的戒律,而在寺庙里拍照,会对礼佛的诚意,产生一定的影响, 当我们看到一个香客,在寺庙里烧香拜佛时,不能用手去拍照,否则会被认为是对佛的大不敬, 所以说,我们最好不要用手机拍照,同样道理,如果通过微信或其他网络平台来上香的话, 也不能用手机拍照,总之来说就是,无论是在哪个地方上香,都不能拍照, 也不能拿着手机,去拍别人家烧香拜佛的地方,如果在烧香拜佛时,被人发现的话, 就会认为你是在拍马屁,或者是对佛祖不够恭敬, 四,不要在他人跪拜面前走过,在很多影视剧中,我们都能看到一些, 在寺庙里跪拜的人,但其实跪拜的人,大多都是在表达自己对佛祖的敬仰之情, 而这些人跪在寺庙里,就是为了表达对佛祖的感谢和对佛菩萨的尊重, 但我们要知道,如果有其他人在跪拜的话,而如果我们从那些人面前走过的话, 就很容易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,因此我们如果想要跪拜佛祖的话, 就应该让其他人先跪拜之后再走过去,这样就能够避免, 因为打扰别人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了,五,不要大声喧哗, 很多人在进入寺院之后会有大声喧哗的习惯, 其实在进入寺院之前,就应该将自己的声音调小, 如果没有做到这些要求的话,那就会影响到自己和佛祖之间的缘分了, 所以我们要做的,就是在进入寺院之前,就要做到这一点, 在寺庙里大声喧哗,除了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之外, 还是对佛祖的不尊重的行为之一, 因此当我们进入寺院时,就应该要注意自己说话的声音, 因为我们去寺庙拜佛,也是在对佛祖进行祈福, 祈求自己能够平平安安,顺顺利利地度过这一生,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此重视起来, 六,不要说脏话和妄语,在进入寺庙之前,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因为这些都是关系道, 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功德,尤其在寺庙里,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最好不要说脏话和妄语, 如果自己不注意这些规矩的话, 那么自己在寺庙里许的愿望,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 甚至会受到惩罚, 七,不能随意拿寺庙的任何东西, 无论是进入寺庙时,还是在寺庙里拜佛的过程中, 不能随便用手去触摸佛像和佛经, 否则就会对佛祖不敬, 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, 而是说进入寺院后,我们就尽量不要有这样的行为, 毕竟在寺庙里,一切都以佛法为尊, 我们都知道在佛教中,有很多规矩是需要遵守的, 而且也需要尊重佛教中的规定,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规矩, 也是因为在过去佛教中,出现了很多迷信的东西, 所以人们就根据这些迷信的东西, 对佛教进行了一些修改, 而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烧香拜佛, 如果他们想要虔诚地上香, 烧香的话,就一定要先了解这些规矩, 而且还要遵守寺庙里, 这些佛家的规矩, 我们不要因为不懂,就随便违反规矩, 佛教一直以来,都是非常神圣的, 这其中所蕴含的佛法, 更是博大精深, 很多人在学习佛教文化的过程中, 会学到很多的知识和道理, 佛教是一种非常有内涵的宗教, 我们可以通过佛教文化, 来了解自己家庭之间所存在的问题, 也能够通过佛教文化, 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, 所以说,不管是对于家庭, 还是对于个人来说, 都应该学习一些关于佛教文化的知识, 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, 很多人在学习佛教文化知识之后, 都会发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, 所以说, 学习佛教文化知识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,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。